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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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尚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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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CC的賽制方面 昨天試車最快的車手 將會在第二回合排出頭車 但現在看到賓拿尼 這些車手 昨天試車在第10位 所以第一回合 他是第10位的車手 變成排出第一位 沒錯,侯夫及賓拿尼 代表駕駛雪鐵龍的車出戰 這一場已經排好位置 待會進行熱身圈後 便可以開始 例如趙頓、米切尼斯、侯夫 賓拿尼這幾個都是熱門的車手 這個賓拿尼排得比較後一點 這個賓拿尼排得比較後一點 這場車其實也看了兩大廠隊的比拼 分別有富豪廠隊和盆田的廠隊 但獨立組,即是私人車隊方面 亦都有一定的競爭力 好像一鏡頭看到哥倫尼 拿著一部雪佛蘭出賽 當然哥倫尼 我們熟悉他的車迷都知道 他這個公關和宣傳都搞得很好 所以經常都有片看 如果你有他的Facebook的話 所以他都拿著咪咪 沒錯,他自己報道 排頭出戰 就是賓拿尼拿著雪鐵龍 哥倫尼是雪佛蘭排在第二 道尚龍拿著本田斯維在第三 格列腎排在第四 拿著拉達 古利亞尼就是本田斯維的車手 排在第五 比約克在第六 趙頓在第七 米茲利斯在第八 侯夫在第九位 菲利比在第十位 第十一位是卡斯貝治 第十二 第十二位是艾拿卓 基督南美在第十五位 麥加諾在第十六位 馬昇華在第十九位 十八位是香港車手王寶華 大家看看剛才的排位 剛才說的 WCC的賽制 第一回合來講 排頭位的車手 其實就是在昨天試車 排位賽方面 在第十位、第九位、第八位 排回來的 沒人知道 沒人知道在第十位 那些才是正式的 侯夫、米茲利斯 才是昨天造車 造時間最快的車手 是的 侯夫會駕駛一部雪鐵龍去出戰 亦可以留意 雖然不是廠 但昨天看到它的雪鐵龍 其實在上路上說 駛得很快 亦創了圈速紀錄 是的 看它個人的比拼來講 亦是鬥贏了那些廠車 當然 昨天我們也看到廠隊方面的比拼 有本田和富豪鬥 暫時在WCC的對際方面 富豪仍然在對際方面的積分領先 沒錯 昨天我們也欣賞了這個對際賽 這一部就是王寶華那部車 44號車 來自香港的車手 看看馬青華這部車 也排得較後位置 因為他昨天的試車時間 亦是十名以外 所以位置方面也排得較後 這位來自中國的車手 非常年輕的 29歲 但也不乏這個 這個世格紡織錦標賽的參賽經驗 亦得到這個分站的冠軍 麥家樂 亦很熟悉 本地的車迷 就是澳門的車手 排在第16位出賽 駕駛著一部拉達戰車 這邊看到富豪車隊的戰車 這部是61號 驚澳南美那部車 馬根廷的車手 其實昨天富豪車隊 有三個選手 比若克的車名平平安 完成排位的賽事 但分別幾號 南美和加斯貝治 兩輛車都撞了 令他們的車方面 亦有些問題 但幸好合時維修完成 都可以今天出賽 99號車 娜茲爾這部車 屬於獨立組隊的本田Civic 賽事來說 亦都準備了 看到在跑道上面 那些宣傳女郎 和其他人員 亦都準備離場 這部是66號車的沙寶 沙寶 來自匡馬利的車手 今年22歲 非常年輕 亦跟娜茲爾同一隊車隊 兩位車手都非常年輕 一位19歲 一位22歲 亦都可以透過參加澳門的賽事 增加這個經驗 艾娜卓 將會排在第12位出戰 他的叔叔 就是我們都非常清楚的名將 伊雲梅娜 大學方面 宣布還有三分鐘 賽事亦都準備進行 六十三號車的卡斯貝治 亦都是代表富豪車廠出戰 29歲 來自荷蘭的車手 他在世界紡織錦標賽總積分中 排在第三名 所以我們都可以留意這位車手 雖然排位 因為排位賽出現了事故 排得比較後 但是希望他都可以追上來 看看可不可以多點的積分 排第十位就是菲利比 菲利比這位車手 今年22歲 來自法國的車手 這部就相當熟悉了 喉夫 昨天做的時間是最快 但是由於賽例的關係 所以他的排位就去到第九位 稍後第二回合的時候 明天的第二回合就會排頭位出戰 喉夫這位車手 就是拿了八次澳門賽事冠軍 非常厲害 另一部就是米哲利斯 米哲利斯 就是排在第八位出戰 代表本田的廠隊 現時他在世界粉絲錦標賽總積分排在第二 所以他也要透過澳門賽站 爭取更多積分 去追趕總成績 第一的比約克 趙頓 趙頓駕駛著一部雪鐵龍戰車 昨天我們看排位賽的時候 看到他非常之極具的競爭力 今天會排在第七位出戰第一回合的賽事 這位32歲的車手 因為賽事早上進行 所以大陸的工作員也盡量把跑道清空 也把我們正在拍攝的攝影師趕走 因為賽事來說 一定要執行他們的別墜 一切服從大會的最高指示 因為他們一定要按照安全的條例 最近留言,宜蘭娜利 昨天做到的時間不是最快的 只不過是第十 所以這次第一回合 八個圈賽事排頭為出賽 加油 好,這輛車也在陸續 準備進行第一個熱身圈 希望這次的東陽賽事 能夠順順地來舉行 昨天GT杯太刺激了 刺激到真的很難用言語來表達 如果只剩下幾輛車 看上去也沒甚麼忍 希望之前他們出現意外的車 明天可以趕一次復出 起碼讓場面沒有那麼冷清 世界房車錦標賽的澳門站 第一回合賽事 賓拿利排頭位出戰 第二位是哥倫尼 杜尚龍排在第三 加利神在第四 古利亞利在第五 比約克在第六 趙頓在第七 米哲利斯在第八 侯夫排在第九 菲利比排在第十 塔斯貝治在第十一 艾拿卓在第十二 沙火在第十三 阿吳拿茲爾第十四 京奧南美仔第十五 麥加樂仔第十六 十七位是馬青華 以及十八位的王寶華 WTCC在今屆 再次從臨澳門之後 看到一些動物 都做了很多 都很特別 讓賽事升職不少 令大家看到的時候 都會很清楚車手的樣貌 以及排位的位置 當然,現在是賽例關係 所以昨天侯夫、米捷尼斯 這些快圈竹的車手 排在較後位置 所以在第一個回合來說 看他們的發揮 可以追上多少 但最重要是明天的賽事 他們排在頭位後 賽事可以盡力繼續搶分 這裡也看到車廠總積分 富豪贏2、737分領先 現在我們坐的這輛車 就是米捷尼斯那輛本田廠車 昨天看對製的計分方面 有個畫面很有趣 因為斯璃對製出車 做的時間很快 但富豪由於兩輛車壞了 但也要逼迫出跑道 如果不出跑道 連基本的對製積分也拿不到 所以在慢車之下 也要完成對製的比賽 所以昨天那種做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意見 對 認為這樣究竟是好還是不好 利用速度、這種方式來做 而且他們在計時排位方面 亦有不同的制度 分別有做了三次的排位計時 好,那些車就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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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也要回到起步點 我們看看這場賽事 雖然圈數不是多 只有八個圈 但八個圈也是可以這麼說的 那些車手都是爭取 希望能夠在短短幾個圈裡增勝 作為車迷,我老實說重複一句 我寧願看鬥車,而不是撞車 撞車只要是幾秒的精彩 但撞車可以鬥足這麼多圈 車迷方面更加滿足 是的,因為始終你忽然忽然會斷了 撞車之後 但如果你一直在戰鬥車時 緊張、刺激很多 好,那所有車力都翻齊了 就起步點了 好了,車手就留意這個燈飾 那當這個燈一熄滅 就可以全速進行 好,賽事也開始展開了 好,沒錯,牌頭位是賓拿利 看看能不能夠第一個入彎 沒錯,哥倫尼是跟在後面 看看這個彎是否順利 好,都過了 沒有問題 繼續我們看回這個… 對,賓拿利在第一 都上路,上得很快在第三位 哥倫尼在第二 因為這個倒轉排位的賽制裏 其實有很多快車就落在後面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看 究竟哪一步快點燒上來 見到富豪在普京灣前面 就上得很快 這裏應該就是 米茲尼斯部車一旁 見到比約克上得很好 雪鐵龍的賓拿利現時就在第一位 雪佛蘭的哥倫尼就跟在後面 杜尚龍就上來第三位 比約克就在第四位 哇,比約克真的上得很快 這位車手 剛才的內斜鏡頭也裝在車上 對,我們看到那部汽車上得很快 已經上到第四位 對,比約克的聲音 接下來是加利神 茲尼斯就在後面 小心這個彎 今天在前面,這個彎已經大炒了 好了,順利也是,前面那部汽車 也都順利過了 現在暫時,前領車手 見到賓拿利 也是處於有利的位置 這裡就是賓拿利的車尾鏡頭 拍出來的 見到,其實每次過到法甲灣的時候 每一輛車都貼得很近 暫時另外,哥倫尼 也是首長第二位 也說投意車的車 也順利在這個圈帶出來 賓拿利開的那部 就是雪鐵龍很快 一車當先 我們留意比約克 貼得到上龍很近 有沒有機會在接著這個圈 做出超越呢 我們現在看著比約克的車內鏡頭 好了,就一靜勾著 看看吃不吃多汽油 可以出大直路過頭 現在為止方面,賓拿利是第一 哥倫尼是第二 到上龍第三 比約克在第四 哥倫尼是第五 瑞尼斯是第六 而另外,古利亞利 也是緊趨其喉 然後才見到喉夫的車 排在第八位 好,回到直路看 我估計是比約克 在上路會比較難超越了對手 因為上路可以爬頭的位置 路段也不太多 好,二、三、四位之爭非常緊 上路基本上三格就寸成一寸 亦是競爭第二位 分隊有哥倫尼、杜尚龍 以及比約克 我們看到米哲尼斯 亦都上了比約克後邊 所以比約克亦都要快一點 變成兩部本田廠都在車 夾著富豪的車正在鬥 所以我們待會期待 回到下路的直路 應該就很精彩 似乎拉達的機壓信已經分別 被兩部本田廠都過了 由米哲尼斯及古里亞尼都過了 由於侯夫暫時還在第八位 前古里亞尼和米哲尼斯 三個快速的車手力 都在手掌中間位置 是否有得了 是否有得了 好,到達後 是大直路 我進入余庸灣 我相信也有超車鏡頭出現 沒錯,比約克 勾得道尚龍很緊 後面有一大串車 猴虎還未能夠過到基亞順 你看到這裡已經算定位了 過完這個彎就很厲害了 一定要看看挑戰 前面車手道上龍 好,來到第三個圈 賓拿尼仍然在帶頭 第二就是哥倫尼 第三位之爭 我們現在坐在黑車中看著 看著他能否吃妥氣 留在直路過頭 因為另一部本田廠隊 米哲利斯的車已經在後面 虎視眈眈 似乎仍然不可以 似乎仍然不可以 米哲利斯亦是 捉著富豪亦都很接近 但可惜後面 猴虎仍然跟著 似乎你 猴虎反而慢了下來 被基亞順掉下來一步 可能會在上路阻慢了 沒錯,猴虎和趙頓 就在基亞順後面 這裡分別鏡頭所拍的 就是第七位基亞順 猴虎以及趙頓三位車手 猴虎很心急 在上路推著 因為如果你被前面的車 輕輕擋一擋 前面的車都走掉了 在直路上追 其實挺困難的 猴虎其實在上路方面 左閃右閃 也有機會過對手 鏡頭正好,看著猴虎 撞著,看著前面 就是基亞順 沒錯,說的是第七、第八位之爭 真的逼得基亞順 真的,這彎位也被踩重了 這個彎位 前面仍然很精彩 都是串一串 看看猴虎在直路方面 可不可以超車 其實對於猴虎來說 應該盡快過基亞順 很重要 因為後面趙頓 其實是夫士丹丹的 好了,猴虎這處 已經黏得很近 他進去衝刺灣 有沒有機會在我們直播室面前 在起步點那裡過頭 走入第四個圈 斌拿尼仍然在帶頭 好,看看有機會 這個就準備入東方向前 可不可以超前 好,準備抽頭 後面趙頓也隨時真的過你 對,所以猴虎真的要快一點 但是看到過完東方湾之後 又好像垃開了一點 進浦荊灣之前能不能夠呢 想試一下內線 風得很漂亮 基亞順也還沒過 其實猴虎雖然想過基亞順 但其實還是有點分心 因為仍然要守住趙頓 前面來說 亦是比喻哈 還是頂著 第四,還沒爬過 前面的車手,杜上龍 這些位置插 其實現在暫時看到 基亞順便很可憐 現在頂著兩個車手 沒辦法,鬥車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多麼重要 你看看 這裏就是米哲利斯的車內鏡頭 似乎他的隊友道上和我守得不錯 仍然可以守住這個富豪車的比喻哈 現時總積風上面 比喻哈和米哲利斯 就是帶領頭的兩位車手 現時他們就在第四和第五位 前面是賓拿利和哥倫尼 都還沒扔掉 開始直到下路了 現在看看後面的車手 可不可以超車 其實後面的車手很快 不過被前面的慢車擋住 所以賓拿利 在那邊的車手 在那邊的車手 又脫開了一點點 賓拿利回到來 完成第四個圈 就進入第五個圈的賽事 現時他跟第二位高倫尼的距離 是1.8秒 接下來是杜尚龍、比約克 米哲利斯、古利亞尼 亦都有基亞信、侯夫、趙頓 加斯貝治、菲力比、艾拿卓等等 好,看看後面 比約克,照計來說 這個富豪車完全過不了 侯夫在後面抽頭 現在在直路方面 侯夫已經過了 就過了這個基亞信 趙頓亦上過基亞信 也能過了 如果侯夫和趙頓上來 前面那堆車就好看了 剛才後軒比約克 反而被杜尚龍脫掉 杜尚龍反而就追近了這個高倫尼 換言之 現在我相信古利亞尼的壓力大了 第六位的古利亞尼 因為侯夫和主動都上來 加斯貝治亦過了這個… 加斯貝治亦過了這個… 現在我們看到賓拿尼仍然是帶頭 接著就是科倫尼 然後再接著下來才有杜尚龍 加斯貝治亦過了這個比約克 這個頭四名的名次就是這樣 加斯貝治亦過了 已經過了基亞信 不然基亞信已經連跌三位 他還沒趕得及 是反應過來的時候 已經連續給了幾個車馬上 三個車馬上爬了 基亞信只頂了兩個圈 對 對,頂了兩個圈 對,頂了兩個圈 這樣鬥法真的很好看 大家雖然沒有撞車的鏡頭 但大家真的要鬥車了 另外加斯貝治亦上來前十顆 好,現在看看 這裡應該也是 這個直路有機會 比約克可不可以爬過前面的地上龍 道上龍 現在看到另外的車手加斯貝治 暫時來說加斯貝治 排在第十位 現在時間方面 這個圈大家做得很快 全部都要2分27秒 包括前面幾位車手 前六名的車手 比約克嘗試也在直路方面抽頭 似乎還沒得到 現時位置 江郭浦京灣 見到賓拿尼營彈頭 哥倫尼在第二 馬道上龍第三 比約克哈在第四 馬第五就是米治利斯 古里亞尼第六 侯夫上來第七 趙遞就第八 卡斯貝治第九 金亞順在第十 好 這裡又被追近了 看看能否到法杰灣前追上杜尚龍 值得留意是侯夫剛才過了經驗信後 現時追得顧利亞來非常近 我想這車如果下直路被他欺負 分分鐘也是追到… 目前前面頂著杜尚龍 現在很緊張 現時的頭四部車 都是不同品牌的戰車 包括有雪鐵龍、雪佛蘭 亦有本田和富豪 好,看看這邊 在直路方面可否追上來 現在鏡頭看著 就是在34號車的杜尚龍 後面已經看到被他越追越近 現在已經到了一半路程 鬥了超過四個圈 只剩下一半路程 現在到了七個圈 已經進入第七個圈 很厲害 完成六個圈後 賓拿尼仍然在帶頭 領先第二位的哥倫尼1.5秒 這位侯夫亦準備有動作 看看直路方面可否抽頭過 但仍然要防守後面的趙頓 沒錯,侯夫車尾鏡頭拍出來 趙頓貼得非常近 不行的,葡京彎 兩個貼 散了這條線 好緊張 這位內置鏡頭真緊張 尤其是還在葡京彎前看到 侯夫又要準備過 但要防止米哲利斯 隨時又抽頭準備放他的位置 又要攻又要守 是的 所以現在變成 古利亞利的壓力除了大跡 侯夫亦都是 要攻守方面 要做得更好 好,圈數不是剩下太多 所以最好看就是這部份 不是因為大家都要把握時間 爭取更高的位置 畢竟因為結果都影響著 他們全年度的總積分 因為其實對於侯夫來說 進帳不夠 他第八位起步 然後現在只爬到一架 對… 是不夠的 這部份就遺失意外 這部位置 米哲利斯 後面古利亞利也撞過去 又是這個位置 侯夫亦被波及到 後面亦有趙頓 似乎四輛車都有不同程度的損位 有一個畫面 對,在維修站面 又是扭頭,把嘴巴抹大 好,蔡委員出示了紅旗 又要出紅旗 米哲利斯非常希望 能把車推出來 看看行不行 好,全部又失車了 古利亞利隊友的車 似乎車頭選位挺嚴重 侯夫亦撞過去 趙頓亦是 所以侯夫和趙頓那兩部車 亦都有不同程度的損位 趙頓的車已經接了 我們現在看到內置鏡頭 現在反而前面走掉了 比約克 看看 還有前領的賓拿利 剛剛蔡烏利也出了一個指示 就是這場比賽 到這裡就結束了 不會再進行 不會再進行 換言之 冠軍的話 應該是賓拿利 亞軍就是哥倫尼 那道上龍會獲得第三 問題就是明天還有第二個回合賽事 重新到側位之後 在前領的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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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橫向後面的車 整個車已經得不及 其實如果看回損位程度 古利亞的車已經差不多 看到比較嚴重 但後面的侯夫和趙頓的車 嚴重情況,我們就看不到 也不會是小的 其實對這些選委中的車之中 不人之中的大行 其實以往我們知道 細亞紡織錦標賽 會連續進行回合賽事 對 今年改了,在星期日才會進行 能否有機會讓他們製造一部車 這個當然是我們想 這些就是賽車 對 所以變成… 尤其是東陽跑道 什麼叫做挑戰性 和變數 其他因素影響 亦都估計不到 是的 這個米切尼斯 是橫向了 變了 接下來是古利亞尼 這些全部都被迫了 馬青華 這些全部就沒辦法走得到 對 對,這裡看到賓拿尼很開心 因為無論如何 他都會成為這個回合的冠軍 所以亦都恭喜你 這位賓拿尼很開心 排頭位出賽 亦都看見他領先的時候非常定當 亦都保持著一個很好的距離 帶到回來就拿了冠軍 其實投擬車兩位選手 兩位車手 賓拿尼和哥倫尼 都做得不錯 亦都保持到他們投擬車的優勢 好,看回剛才發生的意外 米切尼斯本來追得比較近 但不小心合上去 變了後面 他的隊友古利亞尼 又沒辦法收制 亦都波及到侯夫 以及趙頓兩位車手 正如你所說 因為最後一個圈的關鍵性 所以變了車手 是急了 包括這麼有經驗的米切尼斯 亦都在這裡犯錯了 我們現在開始到來 這次郵件會設定 你們可以再唱到 兩位車手 在比賽中 是一位 我們可以的 我們在這次郵件中 一位 我們在這位 我們在這場 中心裡的過程 但是Medi,它不再有改变, 如果它不再有改变, 它是非常好看的, 恭喜你! 谢谢! 这是非常特别的, 在 Macau 它是最大的挑战, 它是最大的挑战,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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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冠賽中, 也很高兴奉 若果然, 在很多地方都很高兴奉 不, 你也很高兴奉 你很高兴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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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恭喜賓拿尼首次在澳門獲得冠軍 亦獲得世界粉飾錦標賽澳門站第一回合的冠軍 看看最後的結果 賓拿尼首次是第一名,哥倫尼首次是第二名 杜尚龍首次是第三名,比約克首次是第四名 米茲利斯首次是第五名,古里亞尼首次是第六名 古里亞尼首次是第七名,第八名是趙頓 因為紅旗的關係,所以這個賽果 是根據紅旗之前那一圈的賽果定奪 沙利加斯佩治在第九,基亞順在第十,菲律比在第十一 艾拿出在第十二,基奧南美在第十三 第十四位是馬青華,娜茲爾在第十五 沙普就是第十六 再一次看回這個鏡頭 就是在米捷尼斯的車內鏡頭裡 看一看 看到他那時迫得很近,迫比約克 但是這個部分 就迫了牆,很可惜 他一貼在籃子那裡,如果他不橫 還要橫就沒得救了 因為後面的車是追得很貼 但是因為紅旗的關係,所以他的名次就沒有變 看到的 剛才也看過一些賽道的資料 包括這個圈速記錄 由侯夫做出來的,2014年 亦有大家熟悉的標誌,本田CVic,WOW 幾款車就是車手 比例如趙頓,他是持有標誌 米捷尼斯是持有本田CVic 而侯夫也是持有標誌 古里亞尼也是持有本田CVic 好,現在鏡頭所見的就是這個世界紡色錦標賽的積分 好,剛才鏡頭所見的就是這個世界紡色錦標賽的總積分 明天才會正式他們會再進行11個圈的賽事 到時也會再有冠軍的出現 現在在這個回合中結束之後 等於這個首回合也會有冠軍 即將準備頒獎 明天那場賽事 亦會鬥的圈數比較多 而車手獲得的分數也會較多 よろしく給大家 維持王金 選手 和波瓏 選手 選手 是Tom Corrana 而你的勝出,在Macao的Circuit de Gere 由Sebastien Loe Racing 是Medivinani 好,看到了 就是這個冠亞貴君的三位車手 已經是上了來頒獎台上 還未接受頒獎 貴君是杜尚隆 這位日本車手 而第二名是大家熟悉的老將 哥倫尼 冠軍當然就是 在這場賽事裏表現出色的 賓瓦尼 And now the national anthem For Medivinani 而是 有斯坦 大風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 你的白色 我們會說 你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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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純子 好,剛才也看過一些賽道資料 包括圈速記錄 由侯夫做出來的2014年 對,亦有大家熟悉的標誌、本田CWO 幾款車就是車手鬥 例如趙頓駕駛標誌 米捷尼斯駕駛本田CWO 而侯夫亦駕駛標誌 古里亞尼亦駕駛本田CWO 比若克駕駛WO 杜尚龍駕駛本田CWO WCC的賽制方面 昨天試車最快的車手 將會在第二回合排載頭車 但現在看到賓拿利亞這些車手 昨天試車在第二回合 好,剛才也看過一些賽道資料 包括圈速記錄 由侯夫做出來的2014年 對,亦有大家熟悉的標誌 本田CWO 幾款車就是車手鬥 例如趙頓駕駛標誌 米捷尼斯駛本田CWO 而侯夫亦駛標誌 而古里亞尼亦駕本田CWO 比若克駕駛標誌 杜尚龍亦駕本田CWO WCC的賽制方面 昨天試車最快的車手 將會在第二回合排載頭車 但現在看到賓拿利亞這些車手 昨天試車在第10位 所以變成… 超級車重 超級車重 加速車重 超級車重 速車重 雖然會小得 差勁 地往這 寶寶 多小格 但我已經看到這次 那些賽道的資料 包括這個圈速記錄 由侯夫做出來的在2014年 亦有大家熟悉的標誌 本田思域、WOW 幾款車就是那些車手 例如趙頓駕駛標誌 米捷尼斯駕駛本田思域 而侯夫亦駕駛標誌 古里亞尼亦駛本田思域 比翼克駕駛標誌 杜尚隆亦駛本田思域 WCC的賽制方面 昨天試車最快的車手 將會在第二回合排出頭車 但現在看到賓拿尼這些車手 昨天試車在第10位 所以第一回合是第10位的車手 變成排出第一位 沒錯,侯夫以及賓拿尼 代表駕駛雪鐵龍的車出戰 這一場現在已經排好位置 待會進行熱身圈之後 便可以開始 例如趙頓、米捷尼斯、侯夫 賓拿尼這幾個都是熱門的車手 這個WOW排得比較後一點 這個比翼克排後一點 這場車其實也看了兩大廠隊的比拼 分別有富豪廠隊和盆田的廠隊 但獨立組,即是私人車隊方面 亦有一定的競爭力 好像一鏡頭看到哥倫尼 拿著一部雪佛蘭出賽 當然哥倫尼,我們熟悉他的車迷都知道 他這個公關和宣傳都做得很好 所以經常都有視頻看 如果你有他的臉書的話 所以他也拿著咪咪 沒錯,他自己報道 排頭出戰的是 賓拿尼拿著雪鐵龍 哥倫尼拿著雪佛蘭排在第二 道上龍拿著本田斯維在第三 加烈神排在第四 拿著拉達 古利亞尼拿著本田斯維的車手 排在第五 比翼克在第六 趙頓在第七 米捷尼斯在第八 侯夫在第九位 菲利比在第十位 第十一位是卡斯貝治 第十二位是艾拿卓 基督南美在第十五位 麥加諾在第十六位 馬昇華在第十九位 十八位是香港車手王寶華 大家看看剛才的排位 剛才說的 WCC的賽制 在第一回合排頭位的車手 其實就是在昨天試車 排位賽方面 在第十位、第九位、第八位 正式的喉夫、米捷尼斯 才是昨天做車 做時間最快的車手 是的 喉夫會駕駛一部雪鐵龍出戰 亦可以留意 雖然不是廠隊 但昨天看到他的雪鐵龍 其實在上路上說 駛得很快 亦創了這個圈速紀錄 是的 看他個人的比拼 亦是鬥贏了那輛廠車 當然了 昨天我們也看到 廠隊方面的比拼 有CV、本田和富豪鬥 暫時在WCC的對際方面 富豪仍然在對際方面的積分領先 沒錯 昨天我們也欣賞了這個對際賽 這一部就是王寶華的車 44號車 來自香港的車手 看看馬青華的車 亦排得較後位置 因為他昨天的試車時間 亦是十名以外 所以位置方面亦排得較後 這位來自中國的車手 非常年輕,29歲 但亦… 好棒 各位各位嘉舔 各位觀眾,各位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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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名為 我們曾經理你 我們部分數你 給了首次次 特別是 很興奮的競技,我們有三名車輛 開始是Medi Benani,為Sebastian Lobe 第二位是Tom Coronel,為Raoul Motor Sport 第三位是在世界輪胎車輪胎 Rio Michigami,第一位日本車輪胎 在世界輪胎車輪胎 為Factory Hobby T 好,歡迎大家來到太陽城集團 澳門東外洋大賽 FAW的第二屆房車錦標賽首回合後記者會 我們有總乘三甲車輸 分別是賓拿尼、哥倫尼 和第一次有日本人進入三甲車輪胎 就是到上籠 我們開始是Medi Benani, 你的運輪胎車輪胎的勝出 你的運輪胎車輪胎 這次第四季勝出 但更重要的是,你第一次的運輪胎車輪胎 這是很坦白說,現在在這國家的運輪胎車輪胎 對,確實 謝謝大家為我們來支持我們 為WTCC輪胎車輪胎 對,確實是,如果你看我的日子 日子 它是很積極的 我沒有做到最少一輪 在Q2 但它是足夠的 在P10 我非常幸運 在P10中在P10開場 我現在覺得我非常幸福 我認為我最好決定的輪胎 因為來這裡要贏 Macau是非常特別的 而來贏前前駕駛員像 Tom Coronel或 Rob Hough 是非常非常特別的 因為他們很有的經驗經驗 這裡在 Macau 非常尊敬他們 還有Michigami,他們開始做些舞台 我覺得大家人們開始做舞台 在WTCC不會停止 因為這是很大的挑戰 大家都喜歡在WTCC的方向 Richard,首先問Banar 他在這季是第三次得到第一 在澳門好像獲得冠軍 有甚麼感受,是否開心 他說自己在星期五 即昨天他們的表現不太好 但今天這樣的成果非常開心 始終在他做了這麼久的車手 他說在澳門得到第一是非常艱難 因為首先其他車手非常強 而且他更加想說聲和很尊重 就是第一次上三甲的刀上龍 所以他說這次的賽事非常印象深刻 我會回到你,Medy 但轉向Tom Coronel的第二位位置 Tom,在週末前 你說這是一場的賽事 你覺得你能夠得到好點 你帶來這裡很強的第二位位置 我這次的車道我經過在 Promola三 ik圈,我剛開始走 operated 我只要兩秒兩進去 我裡面了兩馬克力 我受到它車載的TouringMotion 2000,兩次兩馬克力 也在兩馬克力 我偶爾有什麼樣的 所以我沒有找到股票 昨天晚上我在沙坩 我放在什麼之中 我跟朋友們在外面 都說,Where你曾經? 我剛才說,我勝利了 所以... 他們說,不要改嘗路,保留住他們 所以他們還在我的手上 我覺得我有點運氣 我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我看到Mishigami很強在Mandarin 我認識了 所以我認識在山頂部 我真的有需要押忍 我真的在每個地方都在我身上 但我說這是我的唯一機會 然後在計劃 我的隊企業員說 有四 laps要走 我感到的感覺 我已經開始了 我只是一輪 所以我感到很開心 這些都是我需要的結果 尤其是在最後的季節 跟Chevrolet 我認為是我們在走路上最古老的銀子 已經結束了 我們在前幾個輪胎 我完全不可以做任何事 我們在山頂部找到速度 所以我真的很開心 Richard問哥倫尼 他之前也說過 希望這次賽事會獲得非常好的分數 這次第二,幫他獲得很多分數 他有甚麼感受 他說平時的參賽 永遠都是運氣非常差 例如2021年 他剩下兩圈的時候 已經出事了 他說其實很有趣 就是昨晚去了金沙 自己去玩 運氣非常好 因為他終於贏了錢 他的隊伍也說 千萬別改變 他說這次賽事開始 運氣非常好 而他也記得有時候 在文華東方直徑 看到杜尚龍在追著他 但當時他的隊員也跟他說 還有四個圈正 而他沒想到 因為他以為賽事還是剛剛開始 總之他說 今次有甚麼挑戰 甚麼都好 他說運氣非常好 以及今次的表現非常好 是很開心 因為他的車 今次幫到他很大的幫手 而是他會很大的幫手 他會是一番幫手 他會有什麼 跟他很難的 他會是一番幫手 他會被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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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難的 謝謝大家 第一次的來 非常好 我是我第一次的 我第一次在拍手 我剛好 現在聽到 我剛好 我第一次拍手 所以我非常高興 是Lily的誇張 她第一次參加了一場 日本人Lily很高興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Richard問杜尚龍 他覺得這場賽事有難度 因為始終他要很小心 不要讓後面的車牌排他的頭 以及他給了很多壓力 他說首先非常開心 可以進入三甲 而且感到非常榮幸 可以在這場賽事進入三甲 跟那麼多位那麼強的車手一起鬥 And coming back to you Mehdi Obviously a victory in the opening race today But the main race tomorrow The grid position is perhaps not so ideal for you What can you achieve in tomorrow's main race? At the end i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To win Macau Grand Prix I think I have the best win in my career Now today it starts Tomorrow I think it's about score points We are still challenging In the top of the championship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 So I think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can win and we can also lose Because tomorrow to start on the traffic It's not easy We have seen that Because of my queue To qualify yesterday So I have to be very bad On the queue on the race too But I think with this victory It's made me a little bit on the confidence And I think I will push And try to score points tomorrow Richard問法賓納利 He said明天的賽事有甚麼看法 He說首先要在澳門勝出 非常好 所以很期待這樣的成績 But明天他主要是想取得分數 He說他也有信心 始終不算昨天 他在排位賽中的情況不太好 但他也非常有信心 明天的表現會非常好 And a final question to Ryo Michigami Ryo the top Honda finisher here Which i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For Honda's manufacturer championship ambitions How satisfied are you with that result For the team まずレースの方は スタートをちょっと失敗してしまい 少し出遅れたんですけども まあとりあえず トムさんをオーバーテイクしようと ストレートが速いのは分か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ども なかなか彼の方が山側のセッションで速くてですね 詰め寄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本田にとって今チャンピオン争いを ボールボーとやっている中で どうしても僕が初めてのこのWTCCで 強いドライバーたちの中でやる中で 上位を目指す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前半戦苦しかったです その中で後半自分の走り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 このマーカーをそれから残りのカタールで NATOかHONDAがチャンピオンシップ それからノルビーのチャンピオンの援護が 少しでもできたらい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まずは私の間違い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 私は少し疲れていたんですけど そして私はトムコロナルについて 私はとても信じてい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 セクター3-1 でも本当に疲れていたんですけど 特にマーカー2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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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マーカー2は 私はとても幸せで幸せで幸せで幸せをしています 私はとても幸せで幸せで幸せで幸せをするというようになっています 好,Richard問杜尚龍 這次是本田最快的車手 有甚麼感受 他說這次賽事起步不是做得太好 而是有點煩惱 但他集中精神向前衝 當時他很想爬,歌龍離頭 但比較難,所以最終不能爬 因為他記得他試過在第二段 爬的頭也不成功 但最終他非常滿意 今天自己的成績 而且很開心可以幫隊伍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先問駕駕駛人們拍攝一張照片 有任何桌上的問問? Pietro Casillo,TuringCardTimes.com 一個問題給Mady Mady,你剛才說 你正在獲勝中獲勝 明天你開始不太前面 在網路上 所以你會把你的計劃 你會給它你的任何項目 然後再嘗試 超越成績 我們會獲得多點 還是會坐著看 因為你感覺到你外國人嗎? 。 Yeah, for sure if you see what we have done since the start of this weekend. We are every time fighting on the P1, P2 to practice one, so for sure tomorrow if I have to choose, I will choose a full risk and the power everywhere, to try to score points, and at the end if it's crash, it's crash and if you score points,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end of the championship because there are only one race still on, and I think I have tomorrow to take maximum risk and to see what's happened at the end. 剛才那位記者問賓拿利 明天賽事會有甚麼策略 因為始終他在這次排位 不是排得最前,他會有甚麼策略 首先,如果你看見他的隊伍 這個周末表現是非常盡力的 例如明天他不怕很大風險 最終如果撞車 他也不會太擔心最重要的盡力 以及獲得最高分 如果有任何詢問,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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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新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